而在黄连南区的建设 瑞士山赫岗桥体农路狭窄 而且两旁高地落差超过3米以上 危及到了农民往来通行的安全 从担任乡代表就争取的县议员林玉芬持续追踪 终于获得县政府支持 今天会同了承包商以及农民现刊进行施工前说明会 由于即将进入文旦采收期 林玉芬建议期盼施工单位与农民相互配合共体时间 争取了三五年何岗桥体这一条狭窄的农路环境 终于要开工改善了 当时极力争取的县议员林玉芬 会同县府南区服务中心副主任周玉梅 立委副宽崎服务处主任干部 以及相代表陈玉兰 会同农民以及施工单位到场会刊 进行施工前说明会 其实在我代表会任内就争取了 已经大概历经三年的时间 那这三年也努力的来争取 终于收到我们花莉县政府的农业处这边 他在去年就说可以来施作 那因为在发包的过程里面有一些 就是有耽误到一些时间 那厂商有一些 就是得标厂商有一些问题 所以又在成标 所以就比较慢 那当然我非常开心这一条 因为非常危险 这条路是非常危险 因为它非常狭窄两边的这个深度有有点深 所以那个车子在行径之中是非常安全上是非常有顾虑的 所以我非常积极的来争取这一条路 那目前已经是已经爆开工了 除了道路两旁真是护栏 由于再过一个多月 当地温单又农产即将进入采收期 届时的农产交通运输势必会受到影响 不仅农民 先远林玉芬也高度关切 这开工 对 公几几个 三个月而已 三个月九十 一百天吧 一百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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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才 你什么时候开心一月才有比 八九月左右 八九月左右 才入九月 现在已经六月了嘛 农历已经六月了嘛 还有一哥就开始采了 我们好像八月底开始采 那这个应该 九月 九月中之后再做可以吗 可以 那是九月中 你问你们要采稳散吗 对 就是像赫钢桥体农路狭窄 且路旁高低落差大 却没有任何防护设施 就曾发生过农民连人带车摔落一旁大排水沟里的意外 而争取了三年多 现在终于要补强改善 农民内心万分感激 太感谢省政府了 真的感谢政府了 感谢议员代表 感谢大家 从相代表身份时 全力争取追踪到现在 成功转换跑道成为县议员的林玉芬 除了是感谢部落农民耐心等待 以及县政府的支持协助 由于施工期间可能碰上文旦采收期 也特别期盼农民能共体时间 记者是玉兰瑞瑟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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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